这次G7峰会前夕 美国在造势方面可谓是费尽心思 在拜登还未赶赴欧洲之前 美国就通过媒体不断向中俄放狠话 甚至在赶赴欧洲的飞机上 沙利文也依然还在警告中国 据观察者网消息 拜登此次赴欧之旅 沙利文也将一同前往 沙利文在赶赴欧洲的飞机上公开表示 G7将会联手行动 宣布一个统一的对俄制裁政策 并且确保任何国家都无法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 此外沙利文还特地强调 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国传达了这一信息 美国不需要向我们单独传达这一信号 美国向来都奉行霸权主义 会怎样做我们早就能够预测 沙利文这番话言外之意 就是要中国遵守西方的制裁措施 但早在3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赵立坚就曾明确警告美国 美国处理对俄关系不得损害中方的权益 否则中方必将有力回应 沙利文应该好好想想 现在的美国有什么资格来威胁中国遵从美国意志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 我们如何处理对俄关系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眼下中俄关系蒸蒸日上 中俄两国加强贸易合作 不合双边利益 美国没有资格对中俄正常的贸易往来指手画脚 退一步来说 就算美国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 违反了美国制裁令 美国又能如何 中俄之间都拥有独立的结算体系 可以绕过美元 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如果美国打算以此为借口 要对中国横加制裁 那么美国最好要考虑清楚 自己国内高级的通膨问题 是否经得起中国的有力回应 美国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直老虎吧 想要在打压俄罗斯的时候 用吓唬的方式暂时稳住中国 但中国从不怕任何苦客 这次拜登急匆匆地访问欧洲 参加G7峰会以及北约峰会 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团结欧洲 拜登刚上台 就立马跑到欧洲 宣扬美国回来了 但欧洲盟友应该也没有想到 美国这次回来 竟然是为了割欧洲的韭菜 俄乌问题消耗的其实是 俄罗斯 乌克兰以及欧洲 这次美国挑起俄乌冲突 欧洲内部其实对此多有不满 德国和法国在冲突前不断调停 但还是因为美国不断鼓火 而前攻进气 经过俄乌问题 相信欧洲都已看清 美国有多么靠不住 所以在制裁俄罗斯时 欧洲各国态度不一 基本上都有所保留 这次拜登赶赴欧洲 就是为了逼迫欧洲放弃自主化 重新团结到美国身边 第二个目的是为了 进一步制定对俄制裁政策 美国清楚 在排除军事选项的情况下 要想将俄罗斯彻底击垮并不容易 需要欧洲盟友牺牲利益 来配合美国 此前美国进入俄罗斯能源时 也要求欧洲方面跟进 但欧洲各国普遍表现的比较消极 所以这次拜登侵赴欧洲 就是要到前线督战 逼着G7成员国 以及北约与自己步调一致 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压力度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 他们与美国不同 很难做到完全与俄罗斯切割 所以他们在制裁俄罗斯时 必须留有余地 毕竟未来还要与俄罗斯 展开能源合作 而且和俄罗斯完全撕破脸 根本不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 他们需要和俄罗斯的关系 保持一定弹性 除非拜登能够给到 欧洲国家足够的好处 或者拿出足够具有威胁的筹码 否则拜登这趟欧洲之旅 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